7.福音传道学校 由范登布林克、德荣和皮特森牧师组织的比利时福音传道委员会 在布鲁塞尔开办了一所新学校 这个学校是免收学费的 学生只需交纳很少的一点时速费 文森特拜访了传道委员会 被接纳为学员 等三个月学业休满 皮特森牧师说 我们将任命你到比利时的一个地方去工作 除非他及格 德荣牧师转身对皮特森牧师粗声粗气地说 德荣年轻时干机械活丢了大拇指 所以才转向神学方面 在传播福音工作中所要求的是 梵高先生 范登布林克牧师说 具有当众进行通俗而又感人的演讲的那种才能 皮特森牧师 同文森特一起步出刚才举行会议的教堂 当他们走到布鲁塞尔那令人炫目的阳光下时 他挽起了文森特的手臂 我很高兴你和我们一起 我的孩子 在比利时 有很多高尚的工作 等待咱们去做 从你的热情可以看出 你是很有资格来承担这样的工作的 文森特真不知道 是炎炎烈日 还是这个人出人意料的和善 使他觉得更温暖 他们沿着街道走下去 一座座六层的十柱楼房 有如陡立的悬崖 耸立道旁 文森特边走 边搜长瓜度地想找话回答 皮特森牧师停了下来 我在这儿转弯 他说 No 把我的名片拿去吧 晚间有空的时候 请到社下来 我很愿意和你交谈 在这所福音传到学校里 算上文森特只有三个学生 伯克玛先生负责他们的学习 这是个矮小的 肌肉发达的人 一张窝瓜脸 如果从他的眉心 掉一根垂直的线 可以不碰他的鼻子和嘴唇 直垂到下巴上 文森特的两个同伴 都是十九岁的农村小伙子 他俩马上成了好朋友 而且为了加强他们之间的友谊 竟拿文森特做他们合伙 嘲弄的对象 我的意愿是贬义自我 也就是使内心的我死去 开始 文森特没有戒心 就把这想法告诉了那两人中的一个 从此 每当文森特在努力熟记法文的演说词 或是在苦苦钻研书本时 他们准会问 您在干什么呢 梵高 您内心的我正在死去吗 对文森特来讲 最难熬的 是同伯克马在一块的时候 这位教师 希望把他们训练成出色的演说家 所以要他们每天晚上 在家准备好一篇 次日在课堂上宣讲的演说词 那两个小伙子 杜撰出一些通顺 但幼稚的预言 然后流利地背出来 文森特的步道演说写得很慢 每一行 都是他呕心沥血写成的 他所要讲的 都是自己身有体会的问题 然而 当他在课堂上起身宣讲时 却讲得磕磕巴巴 你连话都讲不好 还有什么希望 去做一名福音传教士呢 伯克马问道 谁愿意听你的呢 当文森特断然拒绝 进行集席演讲时 伯克马的愤怒 达到了顶点 文森特为使自己的讲稿 含义深刻 他苦心斟酌着每个字眼 用正确的法文写下来 直写到深经半夜 第二天课上 那两个青年 装腔做事地 谈论着耶稣基督和灵魂的拯救 眼睛 还不时瞟一眼笔记 而伯克马 却在一旁赞许地点着头 后来 轮到文森特讲了 他在面前 展开言 讲稿 念起来 伯克马 竟连听都不愿意听 难道他们在阿姆斯特丹 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梵高 从我的课堂里出来的人 没有一个是不能 急袭发表一篇 打动人心的演说的 于是 文森特试着不用讲稿 但他却把头天晚上写的这篇 讲稿的前后顺序忘记了 那两个同学 公然笑话他结结巴巴的讲演 伯克马 也和他们一起从中取乐 从在阿姆斯特丹那年开始 文森特的神经 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伯克马先生 他声明 我要按照我自己认为 适当的方式 宣讲讲义 我做的并不坏 所以 我不能忍受 您对我的无礼 伯克马 勃然大怒 你必须照我的话办 他喊叫着 不然 我就不许你再来上课 从此 两个人之间的冲突 就公开化了 文森特因此 夜间失眠 躺在床上也是突然 便写下了四倍于 规定篇数的 步道讲演稿 他食欲大减 身体消瘦 动不动就发火 十一月 他受照 来到教堂参见委员会 以便取得对他的任命 前进路上的障碍 终于除掉了 文森特感到疲乏 同时也感到喜悦 在他到达时 那两个同学 已经先到了 他走进教堂 皮特森牧师 没有看他 但是 伯克玛看了他一眼 一道亮光 在他眼中一闪 德荣牧师 祝贺那两个小伙子 学业成绩及格 并委派他们 分别去 胡格斯特拉埃顿 和埃蒂埃奥夫工作 他俩手挽手的 出去了 房高先生 德荣说 委员会认为 你不够资格 去给百姓 宣讲福音 我遗憾地通知你 我们不能给你认命 似乎过了好久 文森特才发问 我的学习怎么不好 你拒绝服从学校当局 我们教会的 头一条规矩 就是绝对服从 另外 你没有学会 集习演讲 你的老师认为 你去传教 还不合格 文森特朝 皮特森牧师望去 他的这位朋友 正瞪着窗外 什么地方 我怎么办呢 他并非在特别 问哪个人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回学校 再学六个月吗 范登布林克回答道 也许下一次 文森特低头盯着自己 那双做工粗糙的 方头靴子 发现上面的皮子 已经开裂 然后 因为他根本想不起 有什么话可说 就转身默默地 走了出去 他快步穿过 城区的街道 发觉自己 来到了 莱肯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 沿着拖船路 走过敲打声不断的作坊 很快 那些房屋 就落在他身后了 他来到一片矿地上 一匹瘦骨临寻的老白马 站在那里 憔悴不堪 一生的沉重劳逸 快把他累死了 这是个荒凉 偏僻的地方 地上扔着一个 马头盖骨 隔开一点 在拨马皮的人 住的小屋附近 有一副马的骨架 扔在地上 那堆骨头 已经风化成了白色 一线油然 升起的同情 使他从麻木状态中清醒 Wincent伸手 取出烟斗 点燃烟草 但烟的味道 苦得出奇 他在一个树墩上 坐下来 那匹老马也凑过来 用鼻子 在他的后背上蹭着 他转身抚摸着 那牲畜消瘦的脖颈 过了一会儿 他心中开始想到上帝 这使他感到安慰 耶稣 在狂风暴雨面前 是镇定从容的 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并不孤单 因为上帝 没有遗弃我 总有一天 我会设法 找到一种方式 去侍奉他的 他回到自己住的房间 发现皮特森牧师 正在等他 我是来请你到我家吃晚饭的 温森特 他说 他们从急满赶回家吃晚饭的工人的街上走过 皮特森随便地谈着画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温森特非常仔细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皮特森 皮特森把他让进前厅 这里已被当作画室用了 墙上有几幅水彩画 屋角摆着一个画架 哦 温森特说 您会画画 我倒还不知道 皮特森有些困窘 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 他回答道 空闲时间画一点 作为一种消遣 不过 我要是你就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那些同事们 他们坐下吃饭了 皮特森有个女儿 她是个怕羞的 沉默寡言的15岁女孩子 饭间 她自始至终 都没把眼皮从盘子上抬起过 皮特森继续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温森特只是出于礼貌 才勉强吃了一点 突然 她的心 被皮特森正谈的事情吸引住了 她不知道 这位牧师 是怎么把话题转到这上吗 博里那日是个铲霉的矿区 在这个地区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下矿井 他们在不断发生的事故的危险中干活 但工资却低得难以糊口 他们住的是破烂的棚屋 他们的妻子儿女几乎一年到头 都在里面忍受着寒冷 热病和饥饿的煎熬 温森特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些事情 薄里那日在什么地方 他问 在比利时南部 里蒙斯很近 前不久 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温森特 如果有一个地方的人民 需要有人向他们步道 使他们得到安慰的话 那就是伯里那日的人民 一口饭滚进温森特的嗓子眼 把他噎了一下 他放下餐叉 为什么皮特森要这样折磨他呢 温森特 牧师说 你为什么不去伯里那日呢 以你的精力和热情 你可以做许多工作 并且能做得很好 但是我怎么能 委员会 是的 我知道 几天前 我写信向你父亲说明了情况 今天下午 他的回信来了 信里说 他将负担 你在伯里那日的生活费用 直到 我替你弄到固定的职位为止 温森特跳起来 那么 您将来会给我一个职位了 是的 不过 你必须再稍等些时间 一旦委员会 看到你做的工作 着有成效 肯定会软下来 即使不软下来 德荣和范登布林克 也总有一天 会对我有所求的 而作为对我的报答 这一地区的贫苦百姓 需要你这样的人 温森特 既然 只有上帝 才是我的 最高审判者 为了使你 能到他们中间去工作 任何手段 都是正当的 请不客观看 对应